好了,現在這個圖顯示了一個紙杯 它有right circular cone,底盤是5,高度是12 A就找回這個杯的容量,其實用回公式就可以了 公式就是底面積,Pi乘5,2次乘高度是12 再乘3分1,多個Cm³,即是100PiCm³ 題目叫你留下一個Pi,那PiA就完成了 PiB就說,現在把這個紙杯沿著斜高AB展開,把它攤開 變成一個setter,然後找回這個setter的面積 其實你要知道,這個紙杯的曲面面積就是這個setter的面積 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找回這個紙杯的曲面面積 其實你可以用公式PiRL,這個L就是這個AB的長度 PiB要計算這個線形的面積,即是這個杯的曲面面積 所以要用公式PiRL,Pi乘5,L就是這個AB的長度 就用回不是定理,5的square加12的square,開方 那就是65PiCm² Part C就說,有另一隻杯跟Figure1是相似的 而新杯的體積就是這個第一個圖,這個原本的杯的8倍 現在用它攤開,就用回新的面積 其實你知道,因為這隻小杯,Figure1,跟新的杯是相似的 所以,它們這兩個長度的比例,無論底半徑也好,高度也好 它們的長度比例,三次方就會是它們的體積比例 因此,我們用回這個關係,體積比例 就等於長度比例的三次方 我們就用回這個關係,找回長度比例 好了,關鍵就是要知道這件事 這個小杯的容量,和大杯的容量的比例,就是1比8 也就是小杯的高度,除了大杯的高度的三次方 那你就知道,這個小杯的高度,和大杯的高度,就是1 over 2 因此,你把1%就開回3次方 然後,我們要測試小杯的高度面積,和大杯的高度面積 就是長度比例的2次方,即是4分1 我們把這個小杯,即是Figure1的面積,就是65拍放在上面 就算到了,小杯 over 大杯的面積,就等於1 over 4 大杯的高度面積,就是260拍 所以,再加回答句 就是這個requart area,就是260拍的cm²